俄乌局势又呈现出新情况 而且一时半会 西方国家其实并不希望战争结束 毕竟美国人捞钱还没捞够 其他西方国家出血 也还没有出多少 所以当前呈现出来的情况就是 美国人继续拱火 欧洲人疯狂纠结 至于战争的另一个主角俄罗斯 则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办法 推进着战争的进程 具体说说为什么会得出上述结论 一是美国和加拿大宣布继续援助乌克兰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西方国家不断拱火局势 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支持 美国加拿大宣布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 1月10日 美国国防部宣布 将有约100名乌克兰士兵 在美国接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操作训练 训练将在美国希尔堡炮兵学院进行 并将持续数月 美国已经不是单纯的给武器了 还给培训 这不就是美国人培训的士兵 用美国人的武器去跟俄罗斯玩命 可以想见 美国人这一波操作 势必会给俄罗斯造成更大的麻烦 二是加拿大将为乌克兰购买美制防空系统 其实这个事情是最有意思的 同样是在1月10日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宣布 加拿大将为乌克兰购买美国制造的 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该系统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挪威公司联合设计和开发 武器是美国人出的 钱是加拿大人掏的 操持武器的是乌克兰人 管中窥暴可见一般 美国人为什么不断地拱火乌克兰 这则简短的新闻是最好的佐证和说明 很简单 因为只要美国人还在支持乌克兰打仗 其他西方国家就得在援助武器方面跟上 而很多武器都是美国生产的 于是这些国家就会掏钱给美国人 乌克兰人失衡遍野 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 算是欧洲人还在争吵 要不要给乌克兰坦克 1月4日 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装备105毫米火炮的轮式装甲侦查车 1月5日 德国总理舒尔茨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两国随后宣布新一批对乌军事援助 美国将向乌克兰及其周边的北约东义国家 提供总额高达37.5亿美元的军援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 但是德国就是否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一件不一 舒尔茨认为德国不应单独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他会同北约盟友协商 舒尔茨表示德国不会孤军奋战 德国将始终与盟友保持团结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 任何其他做法都不负责任 德国人的心态 其实也代表了欧洲人的心态 既想要跟随美国援助俄罗斯 又不愿意提供很多重武器 以防止激怒俄罗斯 所以不能独立自主 就要忐忑和纠结 不能始终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做出选择 就注定要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 四是俄罗斯宣布了最终的结果 针对欧洲人的纠结 俄罗斯人还没等到欧洲人纠结出一个结果 就直接告诉了他们最终的结局 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援助主战坦克等武器 不会改变俄乌冲突的结果 佩斯科夫表示 俄方并不担心 西方可能向乌方交付更先进的军事装备 这些武器不能也不会改变乌克兰的任何情况 不会阻碍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很显然俄罗斯一定要实现既定的目标 无论耗时多久 无论多少困难 武士俄军换疆 释放重要信号 其实最重磅的一个信息就是俄军换疆 1月11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对俄特别军事行动领导机构做出新的任命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出任俄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总指挥 此前担任总指挥的苏罗维京改任副总指挥 这意味着特别行动的总指挥的职务级别提升了 俄罗斯的说法是 因为特别军事行动实施过程中 需要完成的任务增多 有必要统掉俄军各军兵种 使之更加紧密协同 旨在提高各类保障质量 以及区域联合部队的指挥效率 所以俄罗斯接下来想要干嘛呢 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乌克兰即将从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 获得足够数量的西方重型武器 因此留给俄方组织应对行动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格拉西莫夫担任总指挥 意味着俄军要转入进攻行动了 接下来势必是更加惨烈的厮杀 这对于苏洛维金来说并不是降职 而是前线司令官的配置更高了 作为俄军总参谋长的格拉西莫夫 本来就要比苏洛维金职务要高 单方面从军队角度来看 由于国防部长属于政府任命 而总参谋长则属于军内职位 所以格拉西莫夫本身 就等同于俄军的最高军事长官 而此时他出任乌东的前线总指挥 也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开始对乌东战场倾尽全力了 格拉西莫夫对于整个俄罗斯武装力量的调配权更大 也更能高瞻远逐 另外普京宣布再次征兆50万士兵 并要求扩大对征兵年龄的限制 从而使得俄罗斯在战争爆发后 征兆的军人已经多达80万了 也可以看出来俄罗斯要在乌克兰做大动作 也或者说打破当前的胶着局面 目前的乌东战场的态势是黏黏乎乎的 从战力上来说 俄罗斯是占据优势的 但是从综合战斗概况来看 俄罗斯却又并不占优势 乌克兰还能时不时的发起反击 甚至能够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机场 但就目前的战场态势 俄乌互有攻防 但面对对方的攻击 俄乌双方则都有些束手无策 乌军攻过来 俄军就撤退 俄军攻过去 乌军守得也很遭罪 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 由于其已经拿下来乌东的几个重要地区 顿涅茨克的大部分 卢干斯克的大部分 以及赫尔松州和哈尔克夫的一部分 从战果上来说 俄罗斯还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但能不能守住这些土地 并把乌军的残余力量从这些土地上赶出去 则是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仗着无限军援的乌克兰 在西方集团的支持下 越打越有经验 越打越有底气 而以一国之力对抗北约数十国的俄罗斯 则显得有些利有不逮 毕竟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军事装备上 俄罗斯所面对的 都不是那个此前之根之底的乌克兰 而是装备现代化程度比俄罗斯还要高的北约 所以这场仗在开始之初 俄罗斯没有拿下基辅后 就已经注定了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能不能结束这种年年糊糊的消耗 不但需要战争智慧 更需要政治智慧 格拉西莫夫上场 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年年糊糊的状态的 眼看二月份又将到来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俄罗斯为什么会在去年二月份 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除了国际环境的缘故 这个季节有利于俄罗斯的军事部署 和进行战斗 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一月份换帅 二月份发动新一轮攻势 或者进行新的战争模式 恐怕就是普京和格拉西莫夫 信中想要的目标 新的攻势或新的战争模式 已经确定无疑会在一个月后打响 但俄罗斯这样做 就像想要达到一个怎样的战略目的呢 突破乌东斯诺克自然是其主要的目标 但目前这种年年糊糊的状态 俄罗斯固然难受 美欧也不见得好受 我们虽然在估两双方军事力量 财富力量时 会得出俄罗斯不如美欧集团的结论 但我们也不要忘了 乌东战场目前还是有限战争 战场就那么大 战争投入也就那么多 西方国家虽然不断地投入 但其在前线的消耗也要比俄罗斯大得多 而俄罗斯只要制定好既定的战略目标 守住目前的乌东既有防线 其实投入是有上限的 而这个上限 俄罗斯未必承受不起 从去年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 此前西方认为通过全面制裁 导致俄罗斯经济崩塌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往来 其实也慢慢地走上了新的轨道 除非西方升级战争 扩大战争规模 否则以目前的战争形势 俄罗斯其实也能拖得起 所以本次乌东前线换帅 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俄罗斯想要对现状做出改变 这种改变的背后目标 或者并不是俄乌战争的本身 而是当前波轨云厥 建在弦上的国际大局势